欣赏动漫魅力,聊拨你的心弦,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今天小编继续为大家带来快仔细学鬼系列第五集 上一集说到,小梅在窗外看到了杜克在大街上流浪,于是她拿起权杖,决定和杜克死磕到底 大街之上,杜克正在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化新的她正在伺机寻找一场美丽的艳遇 就在这时,她路过一片墓地,恰好发现大门之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家人有约 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风流成心的杜克又怎么会错过呢 于是她推开门,走了进去,发现一个门中露出许多的大眼睛 正在她暗自高兴的时候,却不想飞出一群黑蝙蝠,就在她以为被耍转身让走的时候 却发现远处的一个墓碑上坐着一个性感的电眼女郎,向她送来了一个秋波 这是一个腐烂的战阶女僵尸,不仅她的身体残缺不全,而且身上还有着许多的虫子 但是好色的路克还是走了过来,两个人正在说话间,无僵尸的头掉了下来 随后身上的灵部剑也开始一件一件的往下掉 这个场面看上去实在是吓人,好在她还能够再组装回去 约会才能继续进行,看着女僵尸心胆的黑丝袜,杜克的色性大乏 中口味的杜克很快便和女僵尸倒在了床上,并且干起了龌龊的勾当 这时树上还有几个僵尸,为他们弹奏着销魂的音乐 她风流过后走出了墓地,头却开始突然掉了下来 接着身上的零件也开始一件一件的掉在地上 原来她被传染上了腐烂僵尸的病毒 正在这时,一个漂亮的小姐姐过来找杜克 原来她是小梅的姐姐,真是无巧不成书 杜克正好借此,报复小梅的夺宝之仇 接着她便使出了高超的泡妹手段 然而姐姐看起来对于杜克也很感兴趣 正当杜克想往下发展的时候 发现身上的某个部位突然掉了下来 她吓得急忙躲进了自己的城堡里面 另外一边,小梅正拿着舞会的宣传单暗自的高兴 故事到了这里,也就结束了 没有看过影的小伙伴们 可以等到作者更新再约哦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